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电动车家用充电桩以往都用自家电表拉线的方式 造成线路杂乱也影响社区用电安全 因此台电透过电动车智慧充电示范场 展示专设一户供电的新模式 为了帮助车主在监制充电桩时 能够兼顾社区用电安全 台电提出了一个两全的方法帮民众把关 那就是专设一户供电 专设一户供电会新设专用电表箱 规划一个主要的线路架构 再分别接入住户停车格 就像是为电力建置一条高速公路 所有电力共用同一条主线路 抵达目标车位后 再向下高速公路交流道一样 各自接入充电桩 这样一来 除了线路干净整齐外 后续有新用户想要装设 就可以直接从建好的主线路接入车位 不用从头拉线扩充弹性大 此外专设一户供电 还导入了EMS智慧充电管理 协调全体用户充电 其实今天这个示范场域 要带给大家的是 它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技术上 我们都知道就是未来充电 未来的电动车充电 其实它可能一台电动车 它用7K左右的电量 它其实跟一般家庭的用电的电量 来比较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新的供电的线路 来支撑它 那你如果个人一人一户 接在你家电表后面 问题箱可以单纯产权清楚 你在你家自己的 如果你家是透天的 那你家的车库里面 要来装这些电路是相对简单 但你到了集合大楼 我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一般集合大楼的配电盘 大概都在你家的地下室 那你在这个地下室 每一条线都从你自己的电表接出去 就会出现刚才简报里面 影片里面讲到到处的线 拉来拉去 而且每个人都拉一条线 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没有效率 台电公司为了集合式住宅 能够真正开始让这些电动车 车主它的车位上能够有充电的设备 开发出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模式 就是一层楼做一个单位 它会设一个电表背后有EMS 然后有这种集合式的线潮 等于是我们做好都市计划 大家可以共用道路 不必每个人为了自己一台车开条路 不需要 那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会宣导给各个集合大楼的用户 跟管委会 用这样子的设计的方式就线潮 它会做好主干线 然后你在这个线潮上 如果要拉到你家 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是 在电表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专用的电表 这就不是不再是依附在你的家户 那你这么多人共用这一个电表 怎么办 就透过EMS的系统 来做计量等等一些相关的工作 台电在发展各种的供电的模式 以及可能的计价方式 要来让电动车普及化变得更可能 充电的方法 将会是电动车普及化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台电公司会在这些供电的细节上 陆续的开发出各种可能的方案 来让电动车的政策 在台湾普及化的困难降低 让这个电动车普及化 能够更早的政策目标能够实现 我们做了一个意象 就是电表的部分 从电表后端定演性过来的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设计基本上 在一个箱子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电力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我们通讯的部分 通讯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台湾里面 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的 我们的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强项 那所以说这个设备进来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示范场里面 做了两种太阳 第一种就是我们会等一下 大家可以从头上可以看到 一个就是我们的电缆架 电缆架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从看到我们的左手边这一边 它就是一个汇流牌式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针对这个集合住宅 因为我们集合住宅 未来的充电的需求会最大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集合住宅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充电的车子 都要去拉它的线路的话 它可能就会很多的线路 而且很复杂 它会到处跑 所以说这个部分通常 现在目前就是管委会的部分 都会反对 那怎么样要美观安全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才示范场所建制的 那它的做法 像我们台湾 就是很简单的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汇流牌的形式 那第二种就是所谓做电缆架的形式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 可以由用户自己来做一个选择 来做一个设置 那把这一条高速公路做好了以后 刚才大家都有一些疑问 好像我们如果要设置 我们哪时候设置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等到你自己有需求的时候 因为你的这个主要的干线的部分 已经做起来了 你只要再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拉自己的这一个 搭到我的电动车的车位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电源的部分 相对的就比较简易 也比较安全方便 因为在这个主围路的部分 都会有一些保护开关 那今天的第二个亮点就是时间电价 就是时间电价 那我们台电参考了很多国际的做法之后 那就提出了大家来分散充电的时间 那因为台湾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因为再生能源越来越多 所以多的再生能源来充电 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做法 所以提出的时间电价 就是让大家去分散 你的充电的时间 那这个价差非常大 我的了解是高达四倍的价差 这个是有很好的诱因 那这样的就好像 这样的一个充电是一个行动式的储能设备的 这样的意义存在 那这个也对我们推动电动车 有非常好的诱因 所以今天的这个两个工作呢 对充电桩的设置的普及 以及大家可以理解到 用电的怎么样去找出 最好的用电时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非常谢谢台电 如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时间电价 会在下个礼拜一 5月31号就会30 5月30就会正式上路 所以家里有电动车的呢 就可以按照新的机制来充电 那这个会对你的这个用电的费用呢 你会非常柔感 就是说我们鼓励 鼓励你去离风充电 因为我们的电动车 跟家里在煮饭不一样 家里煮饭我们时间到就一定要煮饭 但是电动车的部分 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很长 所以说你我们这个设计 刚才有讲了 其实很长的离风时间 我们设计的是很长的离风时间 看起来好像 它目前是规划有18小时的离风时间 那18小时的离风时间 让车主来做一个选择 你只要在离风时间来做一个充电 那你的电费真的是相当的便宜 划算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专用电价的一个设计 但是你如果说跟你家里的共用的话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它就是它就没有办法适用到 这个所谓的充电设施的专用电价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是不是车子在充电用的用的电 这个没有办法去分开 因为同一个电表 不论是办公大楼或是社区大楼 如果想要设置充电桩 台电也欢迎社区管委会 充电设施业者或是民众组团 来电动车智慧充电示范场参观 我们这个场地最主要是提给民众 我们台湾地区的民众 不管他是住商业大楼 在办公的时候想设置充电桩 或者是他回家住在大楼想充电桩 那这个充电桩的设置内线怎么配置 然后这怎么要达到节能又省电费的目的 那我们这个是开放给民众的管委会 还有建筑师公会 电机师公会 还有他城商或是民众自己组团来 我们都受礼 然后会有专人引导来说明 事实上这是一个教育的场域 一个参观的场域 我们这个示范场是公开给我们所有的市民使用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因为民众最担心的是这个充电桩设置以后 会不会有陷入配置的疑虑或是这个配置的费用过高 要怎么样达到经济又安全的目的 那我们专人解说 甚至他在导路设计师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 按照他不同的大楼的性质来做一些规划的建议 台电希望借由推动专设电动车电表 搭配充换电设施电架 引导智慧充电管理 让充电桩更普及 全面促进电动车产业市场的正向发展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端午家节快到楼 国民健康署提供省时的创意粽子做法 也从营养健康及养生的观点 交到民众善用当令 且营养价值高的全骨及胃精致杂粮作为材料 在欢度佳节的同时也吃得健康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红豆、绿豆、艺人、莲子等 全骨及胃精致杂粮 都具有预防和改善慢性疾病 维持健康体位 调整肠胃机能功效 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山药、莲子、艺人、莲藕 可以健脾、养胃、清新消暑 还能强化免疫系统 而紫米、红藜麦、五穀米 富含直化素可以清除自由基 降低发炎反应、好处多多 国民健康署利用全骨及胃精致杂粮 设计三款健康粽 推荐给民众 现菜含有钙质 耳哥老师报告 现在我们家的青菜 大概都以现菜为主 而且现菜是当地现在的米食 所以当地很奇妙 它真吹含了很多的营养素 在我们每日垂手可得的食物中 请各位细细的体味 可以大地给我们的一些丰富的点油 鸡肉的五穀重 平常我们的肉类的料理 就是种子的时候它会放一些五花肉 油脂比较多 热量比较高 所以如果改成鸡肉的话 是比较低脂的肉类 它会比较多的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热量会比较低一点点 那再来呢 有其他像是群骨杂粮类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加上一些山药 一些莲子 那这些呢就可以清换到原本的肉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营养价格会更丰富一点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紫米的艺人重 那这是雷家会示范的雷库重 那首先呢 我们在肉的部分 同样都是猪肉 但是你可以选择的是猪腱 它是一个脂肪比较低的部位 所以整体来说热量又会降低了蛮多 那就比较不用去担心 如果吃重的质量高 然后或者我们节目变胖的问题 好 那再来搭配刚才讲到的绿竹笋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希望大家吃起来 就比较粗一点 那这个剩的线维相对的比较多一点点 那还有再搭配一些坚果类 像是花生等等 那这个呢 就会变成是净脂肪比较重 那再来是这个米豆里麦的素食重 那素食者呢 其实蛋白质很重要 因为一般素食它选择比较少 所以我们选择什么东西来当做它的蛋白质 主要是这个白豆皮还有毛豆腿 那这些豆鱼蛋肉类的话 都可以用豆质品去提供比较多比较完整的蛋白质 好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它的营养特色好了 像是刚才讲到 其实大部分 因为加了全部杂粮类的话 做一些替换以后 那它的整体的膳食性会比较丰富 它可以改善你的肠胃道功能 对 然后呢再来呢 像是蛋白质就是那个重量 就是比较低脂的整体会有比较好的影响 那再来还有这个像是全部杂粮类的话 它可能本身的矿物质 尤其是钾粒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它会比较适合 其实我们蛮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工具 就是我们一直在推我们的这个 我的餐盘的概念 其实每一餐 我们需要富含各种的营养素 它就可以从每一类食物来搭配 所以呢可以看到粽子 粽子本身呢 可能还有这个中国大部分都够了 所以呢我们的口诀当中 可以一项一项来推 第一个是每天早晚一杯奶 那因为我们设计这个餐 所以可能不需要我们置顶 那第二个呢 每餐水果全头大 所以呢可以看到 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巴勒粉 那每一餐大概吃的面 不是全头的大盛 那这个就会吃比较适合女生的 远适合比较少一点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 你可以挑选比较大一点点的 可能是一克的巴勒粉 那菜比水果多一点 回到粽子本身 它能添加的 也许我们加了这些粗粉 但是它的蔬菜类的还是较够 所以我们这边要搭配了两个 一个是这个彩椒炒绿米水 那这个特色是因为 不只是绿色的蔬菜 我们还有不同的蔬菜 所以它含有比较多的齿化素 相对来说平常又会更丰富 然后以及这个青菜豆腐糖 青菜豆腐糖 它以后的青菜 也可以补充到这个菜的这个种类 好 那再来饭跟蔬菜一样多 整个粽子来说其他的饭的量 是足够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额外的去搭配 那豆鱼蛋肉一崭新 这边粽子的豆鱼蛋肉相对比较少 因为可能只有一两块 没有达到一个崭新的大成 所以呢我们就用了这个青菜豆腐糖的豆腐 去补足了这个豆鱼蛋肉类 那最后坚果粽子一茶匙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款在设题的时候 所以我考量到这一点 可能加了一些花生 然后去补足了这个坚果的部分 所以大家平常在家吃粽子的时候 除了在制作的时候 可以挑选一些食材做替换 那另外就是在每一餐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搭配 让它变得更比较更均衡 好 那我们也速度来介绍一下 就是主要替换的地方 水骨蛋肉类碼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哪些是可以做到替换的 那这边就有摆设了一些我们常见的 像是五菇米 红鱼 纸米 米豆 盐子 红鱼脉 那这些都是可以把考量放进粽子当中的一些食材 国健署也邀请百万网红Amy老师 分享一个简单又快速的方法 将蒸煮熟的全骨杂粮拌入炒料的酱汁 铺于粽叶上 放上炒好的馅料 及表面一层炒料 盖上粽叶 用蒸炉或电锅蒸熟 就完成美味又具粽叶香的粽子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台湾仍然是持续扩散 台北市长柯文哲召开台北市防疫记者会 宣布原则上高中值以下的学校是继续远距教学 原因在于儿童与青少年疫苗开打 如果学生要放疫苗价也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就不如持续的远距教学模式 持续暂停实体课程 直到6月6号打完疫苗后再恢复实体上课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 各级学校5月30号到6月2号继续远距教学 但若有实体上课的需求也可以 中小学的副社幼儿园也停课实施远距教学 私立幼儿园则尊重原方意见自行决定 我们台北市的学童感染人数 你把国小高中全混在一起算 它还是慢慢在上升 那种感染人数 不过更重要的是看看每日确诊人数 就是比较细的那条线 因为事实上我们从4月底就开始踩煞车了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停课对整个在学童间的 学童间的这种传播还是有压制的效果 所以你看看我们所有学生的 台北市校园内的感染 那个数量是有被压一点下 一般来讲如果正常状况下 R10打E等比级速上升很多 我们这个事实上是被他 因为透过一阵 雖然踩汽车踩煞车 那个brake压一下压一下压一下 他就车子没有这样飙出去 所以我们实上也透过这个 这个校园停课你知道 来有效的压制的这个病例快速扩散 那不过因为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把它分析来看你知道 如果把不同的年龄层来看 很清楚你看高中生就 就传播更厉害 我想可能跟高中生的这个 最上面那条线是 最上面那条线是国小的 这也是这样的 因为小学生在学校里面 你要求他说 做什么九宫格坦白讲 那不太切实际的 下课都完成一堆你知道 所以很困难 所以这个还是很明显的 那数量比较多 不过是这样的 经过这个 我们这一阵子的这种停课 他没有上升 所以在疫情相当严峻的时候 也许透过一些行政措施 按照疫情发展程度 加一些行政措施 可以稍微修正疫情的发展趋势 那也因为我们从数字上看起来 一定程度的线上教学 对疫情的扩散是有意思作用 所以我们刚好是这样的 刚好那儿童BNT也要来的 好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在这地方做一个宣布 因为在很多 因为今天 我们就发现 那儿童BNT来的以后 莫德纳抽单的情形非常严重 所以我也知道说 为什么现在家长都跑去要抢 儿童BNT 那才会造成这个什么预约 预约不到 原则上 我们儿童BNT有三个管道 一个是在学校打 一个在诊所 一个在医院 不过我想是这样 就好像在学校打流感疫苗 而且我们这一轮下来 在过去已经很 大家很熟悉在学校打这个流感疫苗 所以我想打疫苗原则上 还是以学校为主 所以我也知道说家长很教育 所以我们特别有 拜托这个卫生局跟教育局 我们事实上从今天开打 到下个礼拜 事实上下个礼拜只有四天而已 所以我们会在下个礼拜 最慢到下礼拜 把这儿童BNT 在小学把它打完 那也为了要 有些地方 因为他是 5岁以上 有些还在幼稚园 那不在小学 那所以我们会 会在12个行政区找一所小学 那把这个幼稚园 5岁以上的学生带去哪里打 大概从这个礼拜的6日 开始打起 原则上我们希望说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到6月3号以前 把国小跟幼稚园 符合标准的同学 都给我打疫苗打完 那因为打疫苗之后 还有什么疫苗价 所以干脆是这样的 我们的策略是这样 我们下个礼拜 既然现在疫情还在高峰期 我们也不想说 这高峰期又 又一个波波跌上去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原则上是 国小国中高中 继续演技教学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中学 中小学 那原则上 进行这个演技教学的同步 其实也在做这个疫苗的接种 从今天开始 无论是中学的这个少年BNT 或者是儿童的BNT 今天同步都已经进行 校园的接种 尤其是市长非常关心 这个儿童接种疫苗 因为它是第一剂 不像中学生已经要打第三剂了 所以这个只是我们在这个下周以前 全部完成接种 所以这个部分呢 到目前为止 非常感谢教育局 跟卫生局都做了安排 那所以可以全部接种完毕 那至于说第二点是提到说 国高中 其实国三跟高三 课程大概都结束了 那他们就可以停课 就到毕业典礼为止 这个部分大概没有课程上的问题 那至于私幼 跟独立的幼儿园 因为 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在打疫苗 我们现在打疫苗还是要五岁以上 所以其他的学生并没有打疫苗的问题 所以原则上就恢复实体上课 那如果学校有需要的话 还是可以 经过讨论之后 取得家长的这个了解的话 一样可以进行这个线上的教学 大概这三件事 那另外有三个配套 我也顺便提一下 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虽然采取了这个演技教学 无论是中小学 包括接种疫苗 或者是学校有定期的考试 期末考 甚至我们的技术型高中 还有一些实做的课程 那就一样来照常进行 第二个就是说 国小跟富幼 有一些家长 事实上有一些 这个生活照顾的需求 那一样可以送回学校去 那我们学校呢 同样的会来进行 相关的一个照顾 那这些经费呢 教育局都会另外补助 所以不用担心 那第三点 我们很重视就是清寒学生 清寒学生在这个 停课期间的午餐 还有加上他的这个 线上教学的 所需要的载具 跟这个网路的需求 那我们教育局呢 都会折层学校 一定要提早能够满足他们 这个部分是有关铁客的部分 蔡炳坤接着说 针对北市有公立独立私立幼儿园 儿童BNT疫苗 也提供了12行政区接种点 5岁以上的小朋友 只要有意愿施打 都可以跟校方反应 会尽速安排接种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淡然百年山进 跨县市平台 在台北举办了会师记者会 为6月4号台湾步道日宣传 金融市政府也邀请大家 在6月10号到19号到基隆 参与城市博览会 同时还可以搭配一趟 暖暖跟七度的双橙游 这边走到基隆 基隆 你说怎么可以从上 走到北线 我倒是三条线北线 北路 东路 南路 那是从我们这一边开始 那其实北路跟中路 是从暖暖的区别 因为以前船是从淡水 然后淡水河到基隆河 一直到暖暖 所以暖暖那个地方也叫过港 以前要过基隆河叫要跪港 要过那一个港 所以现在还有过港路 暖暖 然后宜蘭 然后从暖暖走平溪 到阔赖一直到外澳 这个是中路 他那走到宜蘭实在太酷了 太酷了 以前公路没有啊 基隆市政府林永发副市长 在会师记者会中表示 淡然百年山境 在基隆的路段虽然不长 但是却是北路跟中路的起点 相当的关键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的出产里面 包括很重要的 早期的我们衣服的染料 大金 那边出产的茶叶 出产的煤矿 也是透过这个的地方 然后用船运输出去 人民的需要的生活用品 也是用这边运进来 然后这边要跟宜蘭这边的串联 其实就是从软软 然后经过我们的时分 到阔赖到外澳 那这一段也是北中南路里面 人民生活最常用的一个古道 而常年参与步道的志工 也都起聚一堂 宣传这个台湾步道日 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 台湾的美丽山林 我们这几年 其实除了在推广淡然古道之外 我们在暖冬峡谷 也开始推动手作步道 跟千里步道协会一起往前推动 手作步道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其实就是天然步道零损失 水泥步道零成长 近年来 基隆市政府把暖暖跟七堵 发展为北台湾自然生态 跟休闲农业的顺地 而今年将借由台湾步道日 城市博览会 日本地结国际游移步道 以及亚洲步道大会等四大顺势 把暖暖跟七堵双程旅游 推向国际 那六月十号到十九号 我们希望疫情能够降载 那我们基隆 将准备举办城市博览会 那这个时候也特别 真值的欢迎大家到基隆来走走 另外观光及城市行销处的 曾志文处长也强调 市政府今年会以主题邮程来推广暖暖跟七堵旅游 目前已经整合规划六条淡暖百年山径暖暖行 跟漫游百年小城七堵行的旅游路线 并且有电子旅游手册 希望借由推广活动 来带动暖暖七堵区域观光的发展 那我们也出了一本 这一个淡南百年山径暖暖行 那也就是借由这一个淡南古道 跟暖暖这一个老街 在早期发展 这边有很多的文化民俗 而且有很多的自然的景观 那我们借由走这个步道 可以体验在这边整个的自然生态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 来我们的淡南古道的中段起点 暖暖来这边踏青 记者黄日生记用报道 相传皮影戏的起源是汉武帝思念已故的李夫人 于是借影还魂 台北偶戏馆以这一段传说为题 举办当思念成影 皮影典藏展 展览透过圆林般的蜿蜒动线 呈现思念时曲折的心入历程 串起皮影戏偶与情感的连结 圆形窗景柔和灯光 交织出皮影之美 华美图样精细做工 既古典又雅致 台北偶戏馆以皮影戏起源传说为题 举办当思念成影 皮影典藏展 带领观众感受皮影艺术之美 这次我们举办 当思念成影皮影殿藏展 那它其实是从我们 館内总共有四千多件的 皮影偶去挑选 展览顾问精挑了四十七件出来 然后放在我们展间里头 那在展场之中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次我们挑选的几乎都是 跟河北软州派的比较接近 那它们的特色就是有 它们的戏偶尺寸比较小 然后会有通天的鼻子 然后还有连环眉 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 这是主要它们的特色 这次我们用 《当思念成影》这个议题 也是希望说 其实会让大家去联想到 其实过去 皮影的一个传说众说纷纭 那其实最著名的一个是 光影的布幕的方式 让黎夫人重新复活 那所以其实这次在我们展场中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 关于黎夫人跟 汉武帝的这个 细偶的摆设 那让大家重新去想到这个 传说的一个起源 那它同时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起源 所以《当思念成影》它不只是 它算是一个双关 它有一个成影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也有 当我很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最后它成了一个 可能会成为影像 会成为什么 那它过去在很多年前 它是成为皮影细偶这样子 所以我们取名叫《当思念成影》 园林弄影展区展出 《黄沙百战》 《李清照》 《细凤》 《雀桥渡》 《西游记》等八个不同皮影剧目 错落的摆设方式 如园林般蜿蜒 让观者穿梭展间 感受思念时曲折的心路历程 这次我们总共分为四个区块 那一进来以后会先看到 皮影的起源 也就是黎夫人跟汉武帝的一个故事 那第二个展区其实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地方 那它其实就是 我们把它叫做《园林弄影》 那其实它 我们摆了总共八个木片 那上面呈现不同的一个 皮影的故事这样子 那同时它其实 你在这些木片穿梭的当中 其实就好像在园林一样 那也透过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后面都 我们都把它切了一个圆框 那其实这个圆框 也是有点像是窗框的一个概念 所以有窗影 然后光影跟皮影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这次不只是皮影戏偶 我们让它有多重的影的一个呈现 对 那后面第三个展区就是 关于皮影图样的一个 我们透过投影的方式去让它 让观众可以看到 不管是这次有展出的 或者是有一些 皮影戏偶它的状态 比较 不是那么好的 不能展出的 那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方式 数位的方式 让大家重新看到 这些作品的一个小细节 它的特色包含是 它的偶依上面的一些图样啊等等的 都可以放大 让观众更仔细去看到 那在墙面上也有一个说明 所以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认识 皮影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展区是互动展区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透过 我们在色片 那很简易的一个方式 去重新拼凑自己 关于思念的形状 那它可能可以是一个 不管是什么 你想到思念的时候 在你心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把它贴上来 那大家去重新集体 去创作一个作品 这样子 馆内典藏的皮影戏偶 除了各类角色 还有多样的布景道具物件 在保存不易的状态下 要将戏友做展示呈现 官方也费尽心思 皮影戏友的制作 其实蛮繁复的 那其实这一次 它们会用不同的皮去制作 那其实 这一次我们主要展出 都是以驴皮去制作的 中 鸾州派的 会是以驴皮为主 那其实制作的工序非常繁复 因为你要不断的去 它有好几道工序 那不断的去压制啊等等的 各个步骤 然后就要再上色 其实这非常的繁复 同时它的保存也很不容易 因为其实像这次的 我们再重新梳理 我们的皮影点藏品 那就会发现有的 它可能已经皱了 或者是 即便它是在我们的库房里头保存 有恒温啊恒湿等等的 一个设备 那它还是会有 比如说出油的一些状况啊等等的 或是脆化 所以其实皮影的保存 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布袋细偶等等 在对我们俄戏馆来说 它的保存相对比较不容易一些些 所以这次大家 在 其实在展出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了非常多 包含要怎么让它 重新让观众看见 因为它其实不太能够重压 包含我们这样子去触碰等等 所以都是要全程戴上手套 然后我们邀请那个久博的 久博艺文团队进 然后他当我们的一个 算是这次的一个顾问这样 然后他们也帮我们缝制这个皮影戏 因为它的姿势啊都会不一样 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一尊它是作者的 然后顾问就是我们这次的展展顾问 他会去安排说 这个木片上 这个展区 他这个展示 他想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他可能会挑 比如说他想要小蛋小生 然后桌椅他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每一件都是 顾问他去搭配出来的 展区思念的形状 参观者可以运用几何图形的色片 创作当代皮影 工作方带领民众体验探索自身感受 开启与传统戏友的对话 因为我们的展区 除了展览以外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体验的方式 更深刻去感受 去认识我们这次的皮影的主题 那所以我们另外也举办了 六场的延伸的工作方 那在六七八月的时候也都还有 那我们其实这次不只是 邀请大家去重新制作皮影啊等等的 另外我们也希望大家透过思念 还有影这件事情去不断的去 重新去诠释这件事情 不管是说光影剪纸的影 或者是说影像的呈现 有时候我们之后可能会有 蓝塞的工作方等等的 那希望大家透过手作的方式去 带到跟自己相关思念的故事 然后重新带到展览里头 那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也重新去回溯 所以我好像仿佛和武帝一般 你在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去做会做什么事 那你可以选择 比如我想要用剪纸的方式去呈现 我的思念故事 我想要用影像的方式等等的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偶戏馆 去报名我们工作坊 然后更深刻认识皮影系统这样子 当思念成瘾皮影点长展即日起 在台北偶戏馆展触到10月30号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领略皮影艺术细腻雅致之美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位在大安区的文青旅店 纯白极简风格的设计 及独家使用香氛深或旅客的风心 业者更打造五颜六色的缤纷早餐摆盘 一块来看看旅店的设计与用心 纯白色的极简风格贯穿整栋旅店 不特别说还很容易误以为这里是一间咖啡厅 而旅馆不仅走文青风 房间的设计还有一种未来的科幻感 简约的设计相当耐看 不仅如此它更是全台第一家独家客房内 提供旅客使用枝品香氛系列 从外套洋装袜子都有自己的香味可以喷 客房内也提供了客制化的米兰香氛 让旅客能够依照当天的心情 选择喜欢的香氛做使用 使得外宿体验更上一层楼 而这间旅店最为人称颂的 不仅是其纯白的设计 还有五彩缤纷的果汁摆盘 有四款面包搭配三种沾酱 五杯果汁饮品 一杯热茶以及水果优格 摆盘相当丰盛 品牌设计到用户体验 都已经成为目前台北时下最夯的旅店 公民记者刘巧文台北报道 近年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其11有线电视扩大在地的新闻服务 透过不同面向发挥优势 提供最在地的地方新闻资讯 因此中家集团整合旗下11家 有线电视系统 串联基隆到高雄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所有自制新闻 设立了中家新闻网 提供有别于全国线新闻 全省最在地观点的地方新闻 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平台 看到全台最多最大的地方新闻网 宗教宽品联制处资深协理徐雪林表示 有线电视台深耕地方 采访角度相较于全国性的新闻频道 更贴近在地观点 深入邻里社区 只要是人们在意的讯息 就算是修剪路数 三星助人 美食小吃文化艺术等等 都可以透过地方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传递 不但上档地方的电视新闻 更上架中加新闻网 以前受区域限制的在地电视媒体 串联整合再透过五远福建的网路传播 让新闻的乐听选择更多样化 NCC这几年对于有线电视的地方服务 有很大的期许 中加集团在这次 也特别整合了全省在地的电视新闻 推出了中加新闻网 这个网站我们串联台湾头到台湾尾 从基隆到高雄 我们报道最在地的新闻 有别于全国性 我们的新闻内容是 有关邻里巷弄 大家生活周遭最关心的大小事 中加新闻网在首页规划上设计了各项便利的分类标签 方便找到相关的新闻 特别的是其中还设置了媒体试读专区 中加集团有建于社群媒体 新起后造成的各种假讯息 四处流窜的乱象 不断在各地深入社区 举办媒体试读的公益活动 更制作系列新闻报道 教民众如何分辨正确的资讯 基于媒体社会公益责任 我们特别在中加新闻网 开辟了媒体试读的专区 那在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里 大家可以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假新闻 还有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真的有图不一定有真相 所以媒体素养的提升 我们教育都必须全面性的向下扎根 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了 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 另外在中加新闻网中 中加集团也规划录出 旗下有限电视的优良制制节目 像是吉隆制作的民意交响曲 以及港都沁联的高雄现场节目 就是邀请民意代表和官员 共同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 而新式破汗嘉禾 所制播的新北厚搜宅节目 则是从地方人文角度出发 关心同样在这块土地上 认真生活的本国人和新住民 而陶原北建计划的 《遇见陶勒斯》节目 则是介绍默默守护陶原的无名英雄 另外台南的三冠王双子星的 俯成人故事 带领观众找寻台南 具有故事性的人事物 由受访者现身说法 分享生命精彩故事 徐雪玲说 这支节目不仅是符合在地媒体的 制播要求 同时也是满足服务在地民众 而未来也会持续增加 各种不同的地方节目 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中家宽敏集团 希望藉由中家新闻网的设立 提供更全面性更优质的服务 并且尽一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 让好声音好故事 能够成为一个善的循环 结合所有在地的影像 被所有人看见 记者赵世渊综合报导 响应六三世界自行车日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了台北旗域二部曲预见好景活动 民众只要骑乘自行车到指定站点拍照上传领书 并完成标记 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限量台北旗域独家纪念品一份 还有机会把五星级饭店的餐券带回家 为响应六三世界自行车日 并让更多民众以不一样的方式认识台北这座城市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台北旗域二部曲预见好景活动 民众只要骑乘自行车到指定站点拍照上传脸书 并完成标记 现场即可免费获得限量台北旗域独家纪念品一份 还有机会把五星级饭店餐券带回家 市交通局从111年推出我们台北旗域三部曲的一个活动 然后首部曲预见好礼呢 已经在4月22号开始推动 那统计4月22号到5月16号这中间 总共有1045人来参与我们这一个活动 那也累积了5万公里以上的骑乘里程 然后二部曲我们为了响应六三世界自行车日 那推出了二部曲预见好礼的活动 即将在5月30到6月24号这期间来做一个登场 那民众只要在这段期间的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8点到12点的时间 在台北市的指定的这个节点上面 我们会设置可爱风的拍照墙 那骑乘自行车的民众 经过这些站点 只要跟自行车还有我们拍照墙做一个合影的话 上传个人脸书标注台北交通大家谈粉丝专业 跟两位好友就有办法现场获得我们免费的 台北奇遇纪念品的部分 那每日限量100份送完为止 那我们拍照墙的地点呢 第一周是在我们捷运圆山站1号出口 第二周在捷运台北101世贸站5号出口 第三周在我们捷运台北小区淡站2号出口 第四周在我们的永乐市场 那另外也为了鼓励民众参与 我们也提供了在街在地集点卡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民众到了拍照墙的现场 遇到了纪念品已经发送完毕 那只要在当天活动时间结束之前 拍照上传完成相关的指定动作 那现场工作人员也会给予集点卡 跟集点的贴纸集满4点呢 并填写一些完整的联络资料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另外我们还有搭配真文的活动 5月30到6月30号阶段期间 只要上传自行车跟拍照墙的合照 然后到我们台北交通大家团 粉丝专业的专属贴文 来分享50字的奇遇故事 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可以来抽取我们的好礼 交通局表示台北旗域系列活动 首部曲遇见好礼 同步进行至111年10月21日 欢迎全民一起落实绿色生活 在享受骑程自行车的乐趣同时 遇见好人好事与好景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破获以倒刷咖啡点数的方式的洗钱案件 发现李姓嫌犯与妻子等人和组 魏卡集团先以钓鱼网站骗取被害人信用卡资料 制成魏卡后再到连锁咖啡店门市 倒刷购买咖啡或点数转卖 初估不法获利超过千万元 长发女子站在柜台前拿着信用卡结账 看似正常其实是要用魏照卡片来洗钱 警方发现李姓嫌犯与蔡姓妻子等人和组魏卡集团 先以钓鱼网站骗取被害人信用卡资料 制成魏卡后再到连锁咖啡门市 倒刷购买咖啡或点数转卖 那他账变集团会再把它输入到这所谓的白卡 那白卡之后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呃 词卡机里面把他的资料输入到这个词卡 然后那进行到打印的一个工程 这上面会有英文数字跟呃 这个数字来去打打印他的一个立体面之后 再进到这个呃 卡面去做出这个成品 像这样的一个呃 呃成品卡 行刑理达局国际行刑图发现 这个集团夕由李静主前负责招募成员 架设钓鱼网站 并发送钓鱼的电子邮件及简讯给被害人进行诈骗 被害人一指示输入资深的信用卡 银联卡卡号及OTP密码之后 这个李静里面将盗取之这个被害人的个资 重新制造成伪造之银联卡及信用卡 交给下游的成员至咖啡联锁公司 进行这个盗刷来购买双笔卡点数 再将这双笔卡点数以较低的折数 转换给下游变现变现获利 那这个集团看准 呃五国的民众非常喜欢这个咖啡公司的这个商品 所以更在这个咖啡公司优惠期间 变本加厉的盗刷一周可刷一百万元 根据我方的调查 该盗刷集团一年从这个点数获利近千万元 被害人骗及世界各地 并且达上百人 警方发现蔡信女子取得连锁咖啡店点数后 会在私密社团以较低价格卖出 利用点数等同现金的特性进行洗钱 除估被害人达上百人 不法获利超过千万 刑事警察局国际刑警科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一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昊分局 组成专案小组于111年3月29日 兵分多禄 逮捕蔡信嫌犯等5人 够扣押卡片制造机 透白的晶片卡 偽造营严卡 及咖啡公司的商品卡等多项张证物 全案并已请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指挥侦办 刑事警察局 国际刑警科在这里呼吁民众 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迷的钓鱼连结 及电子邮件 尤其在被要求要填写信用卡及隐忍卡密码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提高警觉 小心求证 OTP一次性密码也千万不要提供 并且如果在购买 来路不明 并且低于市价很多的商品 或者是点数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以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犯罪的公犯 之前盗刷都是买一下黄金或钻石 那为什么这一次他们是看 这些Mark的随心卡 一方面它这个电线的速度 比较快 好多手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民生用品的刷 比较不会起 专案小组日前缤纷多路 逮捕菜女等五人盗案 查扣卡片印表机 晶片空白卡 连锁咖啡店随心卡 银链卡等大批章证物 全案训后依诈漆 偽造文书等罪嫌移送法办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行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将在6月10号登场的 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中 海派浪漫光雕秀将再次回归 这次特别加入色彩屋周边 五所学校学童创作的作品 成为光雕秀展出的一部分 金融市政府也邀请全民一起参与创作 在截止日6月9号前 预计募集200件作品 化作光雕秀的内容 让民众一同展现自己的梦想 2022海派浪漫光雕秀的部分内容 抢先曝光 这项以正宾渔港色彩屋为画布 在2020年首次登场 及造成轰动的光雕秀 计划在2022年 基隆城市博览会活动再次回归 除了先前很获好评的 金鱼 猫咪等基隆元素外 还加入了色彩屋周边 五所国小 51班共853位小学生的作品 成为展演内容的一部分 这一次这个海派浪漫光雕秀呢 我想会延续着以基隆的 这个浪漫的这一些在地的元素 然后再来做一些创作 那这一次更不一样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个色彩屋 除了是光雕秀 一个很重要的展演的这个画布以外 我们也希望它是成为市民共创的平台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 也跟在地的小学来做一些合作 包括巴斗国小 中正国小 正兵国小 以及和平国小 还有中校国小 总共有五所小学的学生 都跟我们一起来做了 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这些孩童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届时也会成为我们在光雕秀展演的时候 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种市场方面更扩大邀请全民共同参与 民众只要在截止日6月9号前 到网站下载图画纸进行创作 并将作品寄回主办单位 就有机会让自己的梦想 变成光雕秀的节目内容 被大家看见 我有去看过光雕 然后我觉得光雕它弄得很漂亮 然后我又很喜欢画画 我们希望大家踊跃来投稿 那不管是多大的小朋友 我们都欢迎 那这些创作呢 我们也会让它跃上色彩屋的画布 来一起来把这个平台呢 作为市民共创的平台 同时也让大家看看这样一个 有活力的城市 那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创共赏 这项全民真稿活动预计将募集200份作品 需要让郑宾渔港色彩屋成为共同创作平台 在疫情期间聚集全台疗愈力量 用梦想与色彩点亮集中这一座浪漫城市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问一下 我是蔡小军 穿上的 不能講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你的設計我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不能講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 要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 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疫情期間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